所以保罗说大债 敬前的奥秘 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 他来到人间 进入时间 进入空间 进入历史 进入相对界 进入受造的范围 进入能见界的物质的范围中间 这个就是宇宙中间最伟大的局限 最伟大的自我局限 最伟大的自我牺牲 这耶稣设计成了万世万代 所要跟随基督的人最好的一个榜样 感谢上帝 耶稣基督离开尊贵荣耀的宝座 来到不尊贵不荣耀的卯槽中间生下来 耶稣基督离开创造者的位分 来到受造的修路的世界中间 耶稣基督离开了看不见的世界 永恒的范围 进到看得见暂时的历史中间 耶稣基督从永恒进到历史 从无限进到有限 从绝对进到相对 这一个显现就告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绝对不是堕落理性产生出来的理想的一个高峰 基督的信仰不是产生你已经堕落受造不全的理性 产生出来的完美观念 所有的宗教的这个成就 不是的 不是在我们这个已经堕落的理性的可能性里面 产生一个绝对化自我理想观念的最高峰 那认为它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救助 那个是想象的 那个是Imaginative 那个是人造的 Human Creation 那个是理性的产品 A Production of Human Foreign Reason 如果这是堕落理性的产品的话 就没有价值了 如果这是想出来的 这是空洞的 如果这是人最高的理想 那是人的盼望 而不是一件真正事实 具体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的恩典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跟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 基督教的信仰是神的恩爱 在时空里面具体的显现出来 这位创造万有的上帝 自己进到被造界中间 去限自己 在时间的限制 在空间的限制 在物质的限制 在能限界 能间界的限制中间 具体住在人的中间 这样呢 它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亲密到一个地步 不是高不可盘 不是停止在理想阶段中间 也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那一个希望界的空放置物 那是实实在在 在时空范围里面 可以摸着 可以看到 可以听见的 倒在人间 感谢上帝